以赛亚书 第24天 每日亲近神 唯喜爱耶尔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 这人变为有福 祝福你 每日亲近神 神赐给智慧 平安 和喜乐 这圣经能使你 因信基督耶稣 有得救的智慧 祝福你 每日亲近神 讨神的喜悦 以赛亚书 二十一章 一到十七节 忍耐等候 论海旁旷野的末世 有仇敌从旷野 从可怕之地而来 好像南方的旋风 猛然扫过 令人凄惨的意象 已漠视于我 诡诈的行诡诈 毁灭的行毁灭 以兰啊 你要上去 米迪亚啊 你要围困 主说 主说 我使一切叹息止住 所以我满腰疼痛 痛苦将我抓住 好像缠难的妇人一样 我疼痛甚至不能听 我惊慌甚至不能看 我心慌张惊恐为何我 我所羡慕的黄昏 便为我的战精 他们摆设沿袭 派人守望又吃又喝 首领啊 你们起来 用油抹盾牌 主对我如此说 你去设立守望的 是他将所看见的述说 他看见军队 就是骑马的一队一队的来 又看见驴队 骆驼队 就要侧耳细听 他向狮子吼叫说 主啊 我白日常站在望楼上 整夜立在我守望所 看啊 有一队军兵骑着马 一队一队的来 他就说 巴比伦倾倒了 倾倒了 他一切雕刻的神像 都打碎余地 我被打的河架 我场上的骨啊 我从万军之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那里 所听见的都告诉你们了 论杜马的末世 有人声从昔耳呼问我说 守望的啊 夜里如何 守望的啊 夜里如何 守望的说 早晨将到黑夜也来 你们若要问就可以问 可以回头再来 论阿拉伯的末世 抵旦结伴的客旅啊 你们必在阿拉伯的树林中住宿 提马地的居民拿水来送给口渴的 拿饼来迎接逃避的 因为他们逃避刀剑和出了翘的刀 并上了贤的工与刀兵的重灾 主对我这样说 一年之内 照故宫的年数 基达的一切荣耀必归于无有 弓箭手所余胜的就是基达人的勇士 必然稀少 因为这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的 前几章经文所提到的 都是亚述对于各国发动的攻击 因此 在第十一至十七节 轮到以东与亚拉伯的末世中 以赛亚提到这些国家都在注意 亚述的威胁是否已经解除 而神告诉他们 虽然亚述的威胁将要解除 但是另一个黑夜 巴比伦将会来到 并且兴盛 而他们所倚靠的势力都会消灭 这是神给外邦人的回答 然而 我们却也从这一章看到 以赛亚从神得招的末世 突然转向关于巴比伦的预言 古列王的蜀国 以兰与马带将要起来 像旋风一样横扫 攻打巴比伦 而巴比伦将毫无招架之力 神如此对付巴比伦 是要止住他为遍地所带来的叹息 而神借着以赛亚 对巴比伦突然发出的预言 也是对着他的子民所说的 当以赛亚提到神的百姓 是被打的荷架 场上的骨 就表明神要透过这一段预言 来安慰他的子民 神要百姓注意他工作的征兆 也就是巴比伦的毁灭 如同第十二节提到 早晨将到 黑夜也来 虽然黑夜不断临到 以赛亚却说 早晨将到 他所用的是西伯来文的完成式 表明虽然有黑夜 但是神的救恩必定来到 今天 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也是一样 虽然我们可能面临难处 甚至是管教 但是神的话语能安慰我们 如同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写道 你们所遇见的试探 无非是人所能受的 神是信实的 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 在受试探的时候 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入 叫你们能忍受得住 感谢主 他是信实的 我们只要单单仰望他 他为我们预备的出入 必定会来到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是否正在面临一些 自觉力不能胜的事呢 或是有一些事情 总是看不见转机呢 让我们将眼光转向神 他是我们的盼望 相信他的应许 必定会成就 主啊 求你让我面对各样的情况 都能拥有信心的眼光 相信你必定会为我预备出路 奉主的名求 阿们 道读神的话 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 你们所遇见的试探 无非是人所能受的 神是信实的 必不叫你们受试探 过于所能受的 在受试探的时候 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 叫你们能忍受得住 阿们 主谢谢你 我们向你承认 我们现在实在面临很大的难处 但是你说 这个试探是人所能受的 因为你是信实的 你不叫我们受试探 过于所能受的 主谢谢你应许给我们开路 叫我们能够忍受得住 因此我们要忍耐等候 更多的仰望你 相信你必然为我们开路 在难处当中 你是我们唯一的依靠 阿们 是的 在难处和试探中 你是我们唯一的依靠 也必为我们开道路 面对国际疫情 大事蔓延的时候 处处是充满了不安 恐惧 也产生了许多 对利和不幸的事情 主啊 让我们更多的依靠你 在主里有平安 因你是化咒诅为祝福的神 你也必医治这地 阿们 是的 主啊 你是化咒诅为祝福的神 我们寻求你的面的同时 你必医治这地 主啊 我们知道 你所赐给我们的意念 是赐平安的意念 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 我们所预见的试炼 或是试探 无非都是我们所能受的 因为你是信实的 你是公义的 必不叫我们的试探 过于我们所能受的 主啊 帮助我们在这个 全世界疫情肆虐的同时 让我们在心里面 有一个不震动的国 因为我们知道 你必与我们同在 你必赐下平安给我们 这样祷告 祈求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耶和华 你的话安定在天 直到永远 愿神祝福我们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